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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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不是在一个有效的发挥之内 这个我们怎么样去验证 它有没有在有效的度数之内呢 我们在这个问题上 动动了老金 有一个小窍门 很容易帮助消费者 零自己的酒精 是否能还用 请我们的专家 好的 科学求证眼见为时 有请我们的实验助手 有请 欢迎你 来 先有请我们的实验助手 给大家打个招呼 主持人好 朋友们好 我是重庆市剂量质量检测研究院 化工中心的曾贤男 专门从事化学研究的 硕士研究生 我看我们的曾老师上来 带着道具很多 后面直接上黑板了 这个黑板上还写着两个数字 0.857 0.888 挺吉利的 这是什么意思呢 0.857到0.888 是我们给出的一个 酒精密度的区间 按照国家标准规定 日常消毒用 医用酒精的有效浓度范围 应在67.5%到82.5%之间 为了避免大家在实际操作时 受到环境温度 水的密度 以及电子称精准度等影响 出现细微误差 旅常务团队将酒精浓度区间 设定在更为严格的68%到81% 对应的酒精密度区间 为0.857到0.888 好 那我们接下来的实验 和这两个数字有关了 对的 我们就是要通过 接下来的实验 求出一个酒精密度 好的 那我们要是验证 您现在家里的酒精 是否在能够起到 杀毒效果的这个度数范围之内 就要通过接下来的 这个实验方法了 好的 来 接下来曾老师 我们需要怎么做呢 首先呢 我们找出两个水杯 然后我们需要这么一个电子秤 哦 电子秤 大概500克的量程 公布在0.01克 嗯 这个市面上 应该也比较容易 对 都是很常见的 然后我们需要一个雾角 系着这样一个细绳的雾角 那我用一块石头行不行 当然可以的 哦 也是可以的 但是有一个天积条件 哎 什么天积条件 它是不利用清水的东西 哦 了解了 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做 那接下来我们就拿出 我们要测的这个酒精 嗯 这个酒精就是咱们的 医用酒精 对不对 对 就是我们家里常用的 医用酒精 好 75度 哦 75度的 75度 来 我们要倒多少呢 就到这么一杯 哦 要倒一杯 这个酒精不怕 啊 倒完了过去可以回收的 是的 咱们必须要回收利用 对 对 一样的 好的 那另外一杯呢 另外一杯呢 我们就需要水 就是我们日常的这个饮用水吗 对的 最好是纯净水 好 来 同样的 我们将水也倒这么一杯 嗯 和酒精的这个大小应该差不多的 差不多就行 好 我们就拿出我们的电子秤 嗯 把酒精放在电子秤上 好 接下来有个很重要的步骤 哦 上面出数字了 清零 哦 为什么要给它清零呢 清零之后 我们这个杯子的质量 酒精的质量 我们就给它全部清除了 就不影响我们后来 接下来要做的这个实验 哦 要给它清零 对的 我们现在将这一块放进去 让它的页面整个静默 但是呢 又不能碰到杯壁和杯底 哦 也不能放下去 只能在中间悬浮 在悬浮 清木在里面 哦 悬浮 稳定的时候读一个数字 哦 稳定了之后选一个数字 好 现在几乎趋于稳定了 三十一点零六 三十一点零六 嗯 记一下 好 记一下 来 我来帮助大家记一下 三十一点零 我们写在黑板上好不好 好的 三十一点零六 这是第一个数字 这是酒精的吗 嗯 酒精的 酒精的 我们先酒精 酒精容易挥发啊 对吧 免得干扰下子水量 不影响下一个测试的结果 对 一定要擦干净 好的 来 接下来就把水也放上去 还是同样的步骤清零 清零 好的 依然也是放在中间 一模一样的做 嗯 好 好 数字也开始趋于稳定了 三十五点零六 三十五点零六 来 我们用这个写得清楚一点啊 三十五点零六 哇 这两个很接近啊 这是三十一点零六 三十一点零六 差四个数 三十五点零六 是 这个要怎么计算呢 我们不是前面称了酒精的一个升高的质量吗 嗯 我们又称了一个水升高的质量吗 是 也就是这个无价排开水 排开酒精的这个质量吗 没错 就把前面那个质量 跟后面这个两个质量 除一下就行 除一下得到的这个数据 就是什么呢 看它进入这个区间了没有 如果进入这个区间 你就可以放心使用 如果没有进入这个区间 那就不要用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的这两个实验的数据 相处得到的数字是 给大家看一下 0.886 0.8859 0.886 0.886 我们得到的数字是 0.886 刚好在这两个范围之间 对 也就是刚刚我们这个实验 证明我们这个酒精是 有用的酒精 对对对对对 为什么两个数据相处 就可以得到这样一个标准的数据呢 它是有什么样的原理吗 你这问题问得很好 我这里介绍两个 我们初中都知道的 一个就是阿基米的定律 另外一个就是流氮定律 就是说一个无价 漆木在水里面 它排开的那个液体的 质量的重量 就等于它的浮力 那么我们撑了酒精 也撑了水 对吧 那么它都是同样一个公司出来 是 就等于它的密度 成像它的体积 再成像它的那个重量加速动机 那么我把它两个之间 上下的公司一比 就得到一个数 就是两次撑下来的浮力 在酒精里面的浮力 和在水里面的浮力 它等于什么呢 就等于它排开液体 比如酒精的重量 和怎么样 水的重量 也就等于什么呢 就等于它排开这个液体 抬高液位的这个酒精和水的质量之比 把这个公司整理一下呢 最后我们酒精的密度 就应该等于前一个质量 除以后一个质量 再生上一个水的密度 这个水的密度来讲的话 它那个脑维性认为是1 实际上不是1的 如果你要精确的质量 你要得到一个准确的数据 我们的工作人员要对这个酒精的度数 要下一个结论 你就把这个时候的温度 这个时候水的密度进行修整过后带进去 它相对就比较准确了 就比较准确了 但是我们脑维性的没有必要 对啊 只要进入这个期间 我们进入这个期间 考虑了这个榫子带来的干扰 两次沉重带来的这样一个干扰 对吧 这就统统地涵盖了 你只要进入这样一个期间 你只要进入这样一个数据 就是有效酒精 对 看似很简单一个方法来讲 你面孕阳了怎么样 还是很多小窍门 如果你想验证你家里现有的这个酒精 是否在可用的度数范围之内 先把这两个数字记好 0.857和0.888 只要按照我们刚刚的这个实验方法 计算出来 在这个区间 那么您的现用的这个酒精 就是有用的酒精了 吕老师能够给我们一些小建议啊 就是比如说 我买了很多的这个酒精 我在日常保存方面 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呢 这个我们酒精啊 在保存的时候来讲 尤其是高度度的酒精 不要太集中了 要躲避火源 因为它会挥发 不能放到什么样 不能放到小车里面 不能放到小车里面 对啊 小车里面来讲它密闭啊 它如果挥发 再加上里面有火的话 那就可能燃烧 甚至爆炸 这个就是很明显的一件事情 这个建议很好啊 这个大家真的是在日常生活当中 可能不会想到的这些问题 通过实验我们得知 当吊坠完全进入酒精时 会产生浮力 此时 酒精的密度等于浮力 除以重力加速度 与排开液体体积的乘积 当我们将同样的吊坠 完全进入水中时 排开液体的体积 与所受的重力加速度 合在酒精中相同 水的密度约为1克每地方厘米 吊坠在水中的浮力 等于排开水的体积 与重力加速度的乘积 所以 酒精的密度等于 在酒精中产生的浮力 除以在水中产生的浮力 简单来说 用吊坠在酒精中 排开液体的质量 除以在水中排开水的质量 就可以得出酒精的密度 同时 吕长富也提示我们 精确的密度计算 需要严格的实验条件 这种通过质量比值的方法 计算医用酒精浓度的方式 可以帮助我们 对使用的医用酒精 做初步判断 如果想得到更准确的结果 还是要到具备鉴定资质的 相关部门 进行专业的检测 偏光太阳镜 是一种运用光的偏振原理 制造的眼镜 它能有效阻隔刺眼的光线 使佩戴者的视野清晰柔和 深受户外运动爱好者的喜爱 然而 不良商贩为谋取利益 使用普通甚至劣质镜片 假冒偏光眼镜 损害消费者权益 增大户外出行的潜在风险 那么 究竟该如何判断 眼镜是否具有偏光功能呢 今天 吕长甫和她的助手 将通过实验 巧妙利用科学原理 帮助大家 鉴别手中的偏光眼镜 究竟是真是假 科学求证 眼界为实 我近期的问题 就是和她有关系 就戴上好看吗 好看 帅不帅 苦 酷 是吧 但是她也就这点功能了 都说选墨镜要选偏光镜 可是我的这个偏光镜 您知道吗 我在开车的时候 尤其是遇到中午的时候 阳光特别强 我就看不清前面路了 我觉得这很危险 但这个时候我觉得 我不知道我的这个墨镜 这个偏光镜到底是不是真的 您先帮我看一下吧 这个看我看不出来 我还是要通过实验来做这个事情 通过实验来检测 一般情况下 在阳光下面 在正午的时候 尤其是在阳光 很强的时候 你驾驶车辆的话 你如果不是偏光镜 它会看到下面是 白茫茫的一片 确实是有这种情况 事无不弃啊 对 这个时候开车是很危险 尤其是现在我们 负外活动多了 驾车多了 垂吊多了 生活富裕了 有一个这个东西很好的 但是我觉得也有很多朋友 可能像我一样根本不懂 可能说是花了买偏光镜的价格 却没有买到真正的偏光镜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教会大家 怎么样去辨别真假了 你刚才那个时候 你说你是看不清楚 是 你这个可能就很危险了 十五八九是假的是吗 有可能了 好的 那话不多说 科学修正眼见为时 依然有请我们的实验助手 有请 主持人好 李局长好 大家好 我是重新试 计量计量检测眼睛院的王璇 大家好 来王老师 这个我觉得也非常的重要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有一个明亮的眼睛 非常的重要 所以偏光镜呢 它对眼睛又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所以鉴别它的真假 非常的关键 您接下来用什么样简单的方法 来教会大家鉴别呢 首先我想给大家变一个小魔术 主持 你看我这边 带了几张这个卡 嗯 然后 我用一副眼镜 您看着 嗯 现在是一条小海豚 看到了 有变化吗 哇 又有三个小海豚 然后我再移开 又没有了 再上来 又有三个小海豚 对 这是什么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就是我今天要给大家变的小魔术 这个卡片就是我们在那个眼镜店 配眼镜的时候 嗯 一个焰光卡 它就可以用来测试我们的偏光镜 它是否是真的 哦 如果你能看到多出来像类似三只小海豚这样子的东西 然后就可以证明它是真的 它是真的偏光镜 对 第二个方法 如果我们没有在眼镜店的时候 那该怎么办呢 呃 这里我取了两个镜片 就是我今天是为了方便展示给大家看 我取开了两个镜片 嗯 然后我们可以看 我把两个镜片重叠在一起 嗯 然后在慢慢转动的过程当中 嗯 哦 变黑了 对 为什么会变黑呢 李老师 因为它这两个都是偏光镜 嗯 偏光镜来讲在接受这个来自外面的这个光 它只有一个方向可以过来 嗯 比如说吧 我戴的眼镜是这样平式的 来了这个光 它只能平得过来 如果我把这个镜子垂直给它相交 同样是这个镜子 它只能竖直的光垂直的光进来 一个水平 一个竖子 两个一交汇过后啊 就彼此折打了 哦 就像我们一个白叶昌啊 啊 它只能让怎么样 太阳光出水平过来 如果说我在这白叶昌的里面 嗯 再把它另外一个白叶昌 转一个90度 嗯 对不对 它只能用竖子的光进来 嗯 对吧 这边是只能水平 这边只能竖子 两个一交汇过后啊 嗯 就形成了黑区 黑区 盲区 你就看不见了 哦 就刚好横着竖着 这样一遮挡 就是一个盲点 我们叫做消光 消光 哦 那我再来看一下 哇 真的 这个好神奇啊 我用我的这个 我用我的这个眼睛试一下 好的 我们来检测一下 你的这个镜片 好的 啊 我的这个 我的这个好像没有任何的变化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认定这两个里面至少有一副 它不是偏光 哦 有一副它不是 对 至少有一副 不是偏光镜 嗯 那我们怎么来对它进行一个进一步的检测呢 嗯 我们就要用到下面的小方法 哦 电脑 对 笔记本电脑在我们的生活中 非常的常见 没错 也比较日常 对 现在大部分市面上销售的这个笔记本电脑呢 它都是LED屏的 嗯 那LED屏它发出来的光 它本身就是偏整光 嗯 那我们就可以用它来对这个眼镜进行一个检测 好的 那这个屏幕怎么检测 好的 我先给大家做一个演示 嗯 好吗 好 我慢慢地对它进行一个转动 主持人你看 嗯 那个有什么变化呢 来 你再转动 哦 好像是 有点变黑了 有点变黑了 嗯 全消光了吗 全消光了 全消光了 消了 全部消光 哦 全部消光 一定要出现黑区 一定要出现黑区 这叫消光 目前是全部出现黑区 嗯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乒光片 嗯 看我这个眼镜 哦 我这个就 确实是没有任何变化 太伤心了 完全没有任何变化 哎 但是 我刚才叫你 我这也叫你 咱们 我这也叫你 你看我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原来这个可以消光栖息的图像破坏掉了 劣质膜在作怪 劣质手机膜还会影响这个吗 对对对 它如果在膜坏了 它把它偏光破坏了的话 原本的很清晰的图像 很饱满的图像 质量怎么样去下降 是吗 把一个好的手机糟蹋了 那怎么办呢 那我这个怎么怎么验证一下呢 你把那个膜轻轻地折下来一下 好的 来您帮我吧 好的 来帮你把它取下来 看是不是膜在那里面起了不好的作用 好 膜已经揭开了 再来试一下 屏幕是亮的 但是一眼是黑区 变亮了 变黑了 非常明显 哇 真的是手机膜在作怪 是吧 这么好的手机啊 对啊 你几块钱十来块的手机把你都招打了 对啊 图像就变差了 哎呀 这太气人了 那怎么 对眼睛有伤害 对眼睛有伤害 对 有什么样的伤害呢 它因为那个光落乱了 从不同的地方折射出来 对吧 有时候还有一啥的这种消光 还有彩色的东西出现 那对眼睛肯定是有伤害 好的 那我们如何来辨别手机膜的好与坏呢 有没有方法 有 今天来介绍给大家 那请我们的同事 好的 第三 我的刀剂 哇 我们是专门的一个 研究是吗 这个偏光镜的一个检验仪 是我们那个中心的一个仪器 哇 我的工作室里面也有 也有是吗 也有 也有 太棒了 刘老师 好 那接下来这个实验 我们需要怎么做 这里是一个偏光仪 大家也别听着说 它是一个专业的仪器 然后就被它吓到了 其实它的原理呢 也比较简单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上面 它是一个偏光片 然后下面部分 也是一个偏光片 那我在把光源打开的时候 那它其实 它就像一个手机屏幕一样 下面部分 就发出的是一个偏整光 我把它上面和下面 就是调到我们真胶的位置 就是最暗的区域 好的 然后我们就可以用它 来对手机膜进行一个检测了 现在应该到最暗的位置了 变黑了 就调到真胶 也是消光 跟刚才原理一样的 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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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接下来怎么来检测呢 好的 我今天带了一些市场上 我们购买到的一些手机膜 价位都不一样 对 首先在检测之前 我们要把它这个保护膜给取掉 然后我们才能对它真正的一个品质 进行一个检测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眼 好的 一起来看一下 现象到底会怎样 好 本来它是黑色的 对吧 没错 然后我放进去 你看 变亮了 变亮了就不行 然后还有 变橙色了 对 为什么会这样呢 刘老师 这个材料很差 它不是一个菌质体 它在光路上面来讲的话 它产生了很多折射 对吧 把那个原本黑漆看不见的这个光 通过它这个折射就导出来了 而且还是五彩斑斓的光 对呀 因为它折射的这个不同 我们那个太阳光 不是红橙黄的金蓝紫 它就像彩虹那样的 出现不同的一个色调 明白了 那我们换一个好的手机膜好不好 好的 看看会有什么不同 来 哪个手机膜是好的 这个 嗯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细节的对比 好 现在是黑的吗 有一点点多 好 现在是黑的 现在是黑的 来放进去 多来两次 放进去 原来是黑的 放进去还是黑的 这个模式好 现在是黑的 看到针胶的位置 然后把膜放进去 它仍然是黑的 这个就是一个好的一个手机膜 嗯 这是什么样的原理呢 刘老师 它因为这个是一个均质体 它在整个过程中来讲 没有改变原来的光路 它在里面和不在里面来讲的话 它传递的光线来讲 没有改变 所以它还是可以去 还是可以去 所以我们要买这样的膜 要买这样的膜 才能对眼睛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 你买的时候 你可以用这种方法 你练一练 哦 原来是这个原理啊 那手机也就直接 手机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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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家里面的这个电视机 平板那也可以 LED的平板 要是LED的平板 哦 了解了 太棒了 太棒了 我觉得这个手机膜 这个包括偏光镜片 都非常的有益 虽然是看上去 只是一件非常小的事情 但有可能 它就会耽误很多 对你的眼睛啊 什么带来很多 至少把你好的手机的那个视频降低了 得不偿试啊 得不偿试 通过实验 我们得知 鉴别偏光功能的方法 就是将偏光眼镜 与偏振光源正相交 查看是否有消光现象出现 这是由于 偏光镜片的结构 与百叶窗相似 它允许振动方向 与透光轴平行的光通过 同时过滤其他振动方向的光 手机或电脑投射出的偏振光 方向单一 排列整齐 它们的振动方向 不平行透光轴时 镜片会开始变暗 而当二者垂直 消光现象就十分明显了 同时 活用消光现象 我们还可以反过来 检测手机 电脑屏幕等偏振光源 与其配件的性质 当然 偏光镜的工艺复杂细致 与长腹的方法 能够初步鉴别偏光镜真假 如果您想要得到更加精密的数据与结果 还需到专业的机构 进行系统测试